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 是从心里的欢喜 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 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 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梅雨季节很少有晴天 一天的上午刚一方晴 我高兴极了 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 跑得上楼还喘着 鲁迅先生说 来了 我说 来了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说 天晴了 太阳出来了 鲁迅先生笑着 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 展然的 灰心的笑 关于鲁迅先生的死 21日的报上 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点 但我不相信自己是对的 我跑去问了那唯一的熟人 他说 你是不懂日本文的 你看错了 我很希望我是看错 所以很安心地回来了 虽然去的时候 只流着眼泪 昨夜 我是不能不哭了 我看到一张中国报上 清清楚楚 登着他的照片 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 可惜我的哭声 不能和你们的哭声 混在一道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你的死 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 虽然正义 并没有能被人带走 可怕的是 许女士的悲痛 还有那孩子 我真不能够想象了 军 告诉许女士 看在孩子的面上 不要太多苦 我真的问你 知道吗 我真是仙子 想找一个无人 没问题 我真是老